六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六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飛散西班牙一個對決 那這場比較不同的是火器文明 讓我們頻道非常少出現 那今天的話 子彈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火器文明 到底怎麼打印度斯坦吧 好 再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他也算是一個火藥文明 那相對來說印度斯坦比較是全面性的一個文明 他不管是打對付公兵來說的話 有寶兵古拉姆可以打 打馬的話 還有帝王駱駝可以counter 那打步兵的話 又很噁心喔 他幾乎是什麼都有 因為他還有火槍兵 所以他不管打步兵 打工 打馬 印度斯坦只要出兵出都好 基本上是完全counter對手的一個文明 所以說只要你轉兵 你轉得很流暢的話 那你玩印度斯坦的話一定非常適合你 因為他是一個全能型的一個文明 好 再來就是他的比較特殊的能力是 村民在黑暗時代費用就有減10% 那到帝王可以到25% 那從黑暗時代到遊戲結束 你的文明可以省下很多的肉 那就代表著說你可以出更多的馬 不是爬科技爬得更快一點 再來就是駱駝的攻擊 所以駱駝騎兵攻擊速度提升25% 那我們有實測過 印度斯坦對上曲折羅 城堡附打的話 曲折羅是會輸的 那個額外傷害並沒有那麼強 反而是印度斯坦的25%攻速 更直接一點 更為致命一點 再來就是火藥單位近乘副甲加1 那遠乘是加1 就是各單位加1 所以我剛剛說他打不兵 你出火槍也是可以射爛的 而且防禦也是特別的高 所以不管打火器呢 還是出駱駝 都是非常適合的一個文明 好 那要來看一下這個特殊科技 大幹道 所有的黃金收入增加10% 這個其實打環章會非常非常強 單挑來說也算不錯用的一個能力 但是不小不穩 有些人會點有些人不會點 但你就看個人取捨 好 那來看一下印度火衝 就是火槍兵射程會加2 所以剛剛說這個火槍兵 不管是防禦來說還是射程來說 都是特別的強化火槍這個文明 那對手呢 是我們的西班牙 西班牙他也是一個火藥文明 火藥和森女的真理 那兩邊都是火器文明的話 印度斯坦可能會比較沒那麼好過一點 因為印度的火器要到帝王時代才能發揮作用 那西班牙呢是在城堡時間就可以發揮很大的功用了 因為他的西班牙征服者 可以在城堡時代迅速秒殺好幾隻的村民 稍微來說 康可歧視 雖然比較怕弓兵跟毛兵一點 但要正面硬打的話 傷害其實也不會輸太多 所以算是城堡時代的一個霸主 非常非常強悍的一個問題 但是西班牙蠻怕曲折魯的閃閃馬 所以 因為火系單位馬射速反應就比較慢 雖然他是高傷害但射速慢 但曲折魯的閃閃馬就是直接閃掉你的那個遠程傷害 而且是五次 不管你攻擊力多高 就是可以閃掉 所以西班牙的話遇到閃閃馬來說是非常難打 那這場的話 遇到是印度斯坦 那可能會比較好過一點 因為印度斯坦城堡時代就只能出奴兵跟駱駝 那其他東西出了就沒有太大意義 還有戰毛 那基本上來說 西班牙征服者打這些單位都算是蠻好打 會變成一個印度斯坦城堡時代會變很被動 那帝王時代開口會打出一個破口 好就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好 那地圖方面 目前西班牙看起來 圖還不錯 嗯 鎖子在裡面 但是這塊主金在外面很危險 附金也在外面 非常非常危險 那路感的有點尷尬 因為這邊蓋房子 剛賭去路的一個去處 這應該不是路喔 這個叫斑馬 好看一下這個斑馬 會幾個人來射三個人 標準三人吃路 OK那個高手分段 幾人吃路也是一個學問喔 好那左邊還有一塊金 那這塊金可能會有點難挖 左邊可能要插城堡才能守住 不然這塊金又處在高地 挖起來特別危險 而且又離敵人也是特別的近 那目前我看一下西班牙這張圖 我只能給他60分 60分原因是因為 他的木其實算是蠻厚的 而且是有三塊的 這塊應該是可以挖得很爽 基本上不會被騷擾到 好那來看一下 印度斯坦 他好像發現我們的速度是不是有點太快 來把這個速度調慢一點 避免有些玩家沒辦法習慣這麼快的速度 我剛剛的速度變半了 那看一下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的這塊金也算是蠻危險的 左邊如果被打的話 土金會有點難守 但他算是木頭的後面 所以要守來說的話還是比較好守一點 後期的話看有沒有機會把這裡圍起來 這樣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這塊金也可以守住 後面的話還有兩個戳木頭 還算不錯 但是有點遠 在中間時代的話會變蠻致密的 應該是能圍成一個長方形的一個圍法 好就這樣子圍 不太可能 這樣圍 然後這樣圍 然後這圍到底 這樣圍太大了 可能會有點風險 好 那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選擇吧 兩邊的目前是20匹 OK 好 那印度斯坦已經上了封建實彈 那這邊是打算要出小弓的樣子 小弓按了一隻 戳戳按了一隻 那西班牙也上了封建實彈 那是按下了一隻戳戳 但是想要打一個前置 唉唷 棒棒戳戳轉裝甲 喔還有按下裝甲 天 但是這邊印度斯坦 早就已經有準備了 這個小弓一按出來 應該就是問題八大了 因為其實裝甲是蠻怕小弓的 但是小弓又會被刺猴康特 那前面的控兵是非常非常的細節跟致命 如果這個控不好 這個棒棒就沒意義了 所以這邊 西班牙應該是想要打一個 一按棒棒 爭取時間 然後跳成的一個打法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那目前看起來 沒有先撒田 而是選擇出戰嘛 那這邊上層的速度會更慢一點 因為如果你事先下射箭場 明顯撒田的話 整個肉量會起不來 很容易就黑跳成跳樓了 跳不起來 哇這邊還稍微斷存了一下 我為了要控這些兵喔 有點尷尬 控兵控到反而自己失誤 哎呀這個戳戳進去 殘血直接被村民收掉 可憐啦 三打一 謝謝他不是夜問 好 那這邊棒棒三隻 看來是打不到任何東西了 反而點了裝甲 然後取消掉了 所以這邊還是民兵 沒有升級為裝甲 復兵 所以他看起來 對手圍得還算不錯 應該是沒機會 那他也很心智露名 這邊還是選擇要圍家一下 好那這邊有幾隻小公 過來做一個前置騷擾 好那他只要棒棒在家裡 不想去找 直接過來弄他的金礦 讓他過得比較不舒服一點 但是這裡有一隻戳戳 肉買也不能輕易的就上了 然後兩隻家裡出來的弓兵 開始做殺了 好那目前看起來 定度斯坦是優開一點的 哇這邊棒棒都說掉了 我的天 白給啊 哎呀 這棒棒完全沒做到事 就全部量去了 好那目前西班牙地圖來說還行 如果是這樣指揮的話 腹地夠大 這塊木頭也可以挖得很爽 好那這塊金的話 可能趕快上城堡時代 趕快插下這個TC 就可以安全守住主金了 那兩邊目前都守住對方的攻勢 那右邊的話 變成印度斯坦有主導權了 願家裡的棒棒全速送光 看一下這邊加速一下 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 這邊走得過來 但是家裡西班牙戰毛已經準備好了 好那目前印度斯坦的分數非常高 雖然這個分數是 有跟沒有一樣 但也可以算是參考 看哪邊算是 現在比較優勢一點的話 這邊印度斯坦打一個雙線 下面鬧左邊也鬧 好這邊有一隻肉麻抓到一隻村民 西班牙-1 好西班牙空箭子彈 直接用戰毛守住了 好那果然是印度斯坦先上城堡實彈 因為他田少得比較早 因為射箭場下的越慢 田就會容易上得更快一點 OK那這幾隻戰毛沒問題可以收掉 哇這隻西班很拗喔 連異攻都沒點 防禦異攻也沒點 什麼都沒點 這個戰毛相當的拗 好但是依舊先上城了還是印度斯坦 這隻戰毛也是省下好幾百肉 那他這個田也是蠻倒入鋪的 所以目前經濟上並沒有輸太多 好兩邊都可以順利上了封建時代 看起來是沒問題 好這邊戰毛過來 稍微解一下 畢球一小二下 再一下 等一下 哎呀沒屌到喔 這可能會被獅子咬死嗎 他有肉麻即死來救 哎呀還是穿掉一隻小弓 好那這邊剩下兩隻小弓 目前應該這個小弓就不會做事了 應該是打算開農嗎 唉唷 印度斯坦一個3TC開農喔 在這邊 OK西班牙征服的出來了 三隻就可以出去做事了 三隻就很致命了 好來看一下這邊海下的修道院 生旅也按下去了 下面這邊有點微的有點小尷尬 這邊應該是沒看到這個霧區 那對 這個霧區不確定 還不安全 直接圍下去比較快 好 那家裡目前印度斯坦沒有問題 屬於一個開農的局勢 所以應該是不會做出太大的一個攻勢喔 反正是西班牙這邊可能要趕快去做一些騷擾 之前自己有挖石頭蓋城堡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並沒有比印度斯坦好 大家只要記住喔 世紀帝國只要挖石頭 經濟就會比對方差一點 挖石頭是傷經濟的一個行為 但是也是必要的 原挖石頭給蓋城堡 還有蓋建塔 雖然不是最必須的 但是還是看一些文明還是需要挖的 來這邊看一下這部洞子補起來跟什麼問題 而且家裡有戰毛了 剛剛前面有說的 西班牙征服者是蠻怕小弓跟戰毛的 哇你看這個傷害馬上就射死了一隻西班牙征服者 但相對的西班牙征服者攻擊力很高 打這個戰毛跟小弓傷害也是蠻高的 所以兩邊是互相傷害的感覺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偏過喔 只要能換到一隻 就是這邊印度斯坦的一個大狀 印度斯坦看到對手在爆西班牙征服者 果斷按下了毛兵跟奴兵的進化 還是要打算打小弓跟戰毛 一個混搭喔 這邊不打小弓的話也沒主動權 打戰毛的話防守還蠻好用的 這邊出了幾隻肉嘛 要來抓這些拿遺跡的僧侶 魔法也按下去了 看西班牙征服者有沒有在抓一些點位呢 這邊都在顧遺跡的位置 看有沒有一些肉馬在那邊蹲啊 順便可以守護一下 哇這個遺跡居然是先搬最遠的遺跡喔 西班牙目前都有把兵分散到各遺跡的區域 那因為目前西班牙有主動權的關係 所以他並不是很擔心對手會打過來 這邊偷經濟也是小抽小抽的感覺 沒有抽非常大 這邊印度斯坦居然是轉出了馬弓 我以為他是要打奴兵啦 原來是要打馬弓啦 那印度斯坦的馬弓也算是可以打 但沒有到非常強勢 但車帽時代確實可以選擇一個選擇喔 遺跡比較陷入一個被動的局勢 有馬弓之後 不可以跟征服者一起去高下 西班牙征服者這邊也是有蠻多的一直都有帶出 西班牙征服者數量一多起來印度斯坦也是會不好打 這邊直接頂掉了 戰錨OK來過來看一下 直接半血再一發沒中 戰兩邊目前印度斯坦這邊扣血確實扣比較多 因為火槍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時代真的是不同啦 那看一下 目前西班牙慢慢把房子拖出去 建立自己的家外視野 這邊應該是不會再下PC了 這塊金可能會有點難挖 看一下左邊這邊過來 這邊有兩隻西班牙征服者 有看到趕快拉一下 混合一下六隻打六隻 五隻 這邊西班牙征服者也點下了二房了 這邊就是二加二西班牙征服者 那擋這個弓箭的傷害就特別有用了 這邊有三隻奴套 這邊居然有洞漏進來了 應該是從後面這邊TC鑽進來了 這邊直接 手砍 這個蓋得好 這個木屋門 NICE 直接圍死 這樣應該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邊可以全吃 這個操作有點像MIPER MIPER MIPER很喜歡把人家的兵關起來 關北壽 然後那這波送完之後 印度斯坦家裡再繼續做防守 然後先把兵全部鋸在這個高地 然後家裡把城堡往前插 好 印度斯坦目前是4TC的樣子 西班牙這邊也稍微 展出了更多的TC 但是自己的經濟量還是沒有比印度斯坦這邊好 雖然也要上帝王了 那可能會稍微慢一點點 好那目前沒有有效克制 火槍兵的方法 可能要爆大量的戰矛才有可能 這邊還有奴炮 奴炮沒辦法解決 今天戰矛的話打奴炮也是沒什麼傷害的 可能要轉出一閃馬 還解釋工程器 跟戰矛給西班牙征服者壓力還是有的 看起來還不差 這奴炮打遠程單位 因為這個血量扣的太快啦 把各種貫穿 但是對手一個不甘事物 直接一個戰A 平行戰A 這樣就可以減少對奴炮 可以製冰的傷害了 只要不要聚在一起都還行 OK那剩下兩邊的部隊 剩下西班牙征服者 跟一堆戰矛 西班牙征服者可能要退了 西班牙征服者這樣換下來 並不是很划算 因為戰矛是很便宜的單位 換下來的話 那BZ是黃金兵種 對一個優勢交換的話 時間一長可能會很不利 還是要得拉一下 這邊繞了一隊馬弓出來了 西班牙拉了兩隻弩炮 真的是被解掉了 好戰矛直接頂得出來 要來硬殺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哇這個效果非常好 西班牙征服者 直接一點點再投車 投出來 哎呦 差點就投掉一大堆 好險這個有點散開來 並沒有完全中獎 好那問題回到了西班牙這裡了 那你家裡的馬光怎麼解呢 這一隊要回救嗎 看來是沒有 看要用家裡出生的西班牙征服者 來直接硬解 繼續修操作 好那印度斯坦升到地龍時代 可以考慮出一下火槍兵 但目前第一照他的走向 應該是不會再出火槍了 他應該是一個戰矛肉馬 打到底的一個玩法 看情況要不要再出駱駝 但應該不太可能 畢竟如果對手一再出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長期被換下來也是蠻傷的 雖然也是可以輸啊 但不太建議 好這個袋子也是一個射掉 問題 西班牙這邊血統跟跑速都上了 所以他其實征服者也是跑蠻快的 我為了玩征服者的玩家 記得這個馬祝科技一定要點 一定要點的話血量太少 防禦的話 不是馬鎧的 而是遠程防禦的弓箭這個系統 要點這個西班牙征服者的防禦才會上升 因為蠻多新手以為 西班牙征服者起碼 那一定是點馬鎧這一條 但其實不是 他是需要吃遠程防禦的 弓箭遠程防禦的 一個技術升級 而不是馬鎧的一級 好那這邊十隻西班牙征服者 那確實西班牙征服者 繼續打 然後爆出一些肉馬 那看來是想要組肉馬 然後附西班牙征服者 那通常西班牙打到後期都會出遊俠 那因為這場對手是印度斯坦 打遊俠的話會非常被動 那可能就不會轉出遊俠來了 而是大量的肉馬 跟西班牙征服者 沒意外的話 這一場看起來局勢是這樣子 因為你在跟對手互打的時候 你不能一直用 慣用的SOP打法 也要觀察到對手的文明 然後就去做轉變 那對手如果真的轉弱頭 欸他真的轉弱頭了 轉弱頭的話 就有點正中下海 他這個轉弱頭 可能就覺得說西班牙後期 就因為打遊俠 所以先把升級按一按 待會要轉出駱駝也是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那這邊有 19隻的西班牙征服者 20隻了 非常大量 但是印度斯坦這邊要防守 也是相對容易一點 戰矛再短一點 馬弓再多一點 不然就全馬弓也可以 戰矛最大的缺點就是 沒辦法處理這些肉馬 那這邊馬凱三級 防好了之後 就可以稍微抵禦 這邊的進攻了 那兩邊村民 目前是印度斯坦的一個領先 那這邊領先應該也是 意義沒有太大 雖然之際 實際上來說 還是多了25尊 還是好一點 但已經到地龍時代了 兩邊都在假一波 200P人口 直接上一波 就來看一下哪邊的 碰兵 跟操作比較好 還有升級 那這邊 一級 二級攻也上了 這邊青騎兵還在出 繼續農 繼續農 這邊要準備升級大肉馬了 一青騎兵要成為 一騎兵了嗎 OK 匈牙利 青騎兵 他這裡不是一騎兵 OK 95滴 防禦遠防是6 哇 很扛正面 西藏的正攻只能上去 一陣亂射 直接一個三段射擊 射不停 一直射一直射 哇 很強很強 這匈牙利 騎兵給印度斯坦壓力非常大 那這邊他人家要考慮轉出一些駱駝來喔 用技能馬攻 事量並不是很多 要先扛出正面這波的話 還是需要有駱駝的幫忙 那這邊肉馬 是完全可以白換的 反正這有遠防是高 我就跟你換 反正我有者15滴血 就一直換一直換一直刀了 快速做一些經濟打擊 唉唷但是這邊 西藏的征服者被駱駝砍得好痛啊 哇 真不愧是印度斯坦的駱駝 駱駝解這個馬速超快 而且他有25塔的攻速加成 非常非常的猛 這個比曲折魯的駱駝還要痛 打久起來這個是換很快 哇你看這個傷害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肉馬也殺到蠻多村民的 目前村民術居然沒有領先 唉唷 看來這個印度斯坦殺掉的村民也大概才5-6隻而已 他自己大部分也躲到TC裡了 經濟來說並沒有被傷到太多 好那這邊中期的爭奪戰 應該就是會在萬命野金跟野石的重點 誰能拿到黃金 誰就能繼續在這場遊戲裡面走下去 在這邊 哇好大量的蜥蜴牙征服者 好這邊要來秀一下操作喔 這個不秀操作的話 可能會被印度斯坦直接放光駱駝 直接駱駝A的上來 趕快秀一下操作 走A走A再走A 哇直接連走A都不敢了 他覺得有點危險 哇瞬間死了10隻蜥蜴牙征服者 剩下16隻喔 剛剛27隻 算11隻喔 印度三館轉出大量駱駝之後 正面就比較好打一點了 畢竟這個肉麻也才打得贏喔 算這個 西班牙征服者給的壓力還是很大 哇 你看這個直接進去 瞬間死了5隻的西班牙征服者 哇 真不愧是印度斯坦的駱駝 好鬼啊 超級猛的 攻速超快 真不愧是駱駝之國啊 最強的駱國王 印度斯坦 哇這邊的部隊非常的大量 41隻的馬單位 那這邊有一台遠頭在後面 還是要來上高地來解決這個嗎 但是有點危險 對手有4台遠頭 這個遠頭 直接啟發的話 這個可能會白給掉喔 唉唷過來 真假的 中了嗎 唉唷 半中 幫你修幫你修 過來了 哇還有火炮 沒了 哇 柴剛說非常危險 然後就直接白給了 這邊有大量弱馬 想來做一波 分推 騷擾 但是一半啊 應該家裡都是為死的喔 還算不錯 左面 算是個大圍牆的概念 唉唷這個什麼 哇第一村民啊 直接大概低了20村啊 人家都要騷擾你家一波 你就直接低掉啦 大家看來意識到自己的經濟太好了 但是爆不了大量的單位了 那確實啊 他經濟存得很好 2000多木 1000多石 貼死是 沒有 多餘的人口 可以出單位的關係 所以這個人口感覺也是被 必須低的 哇 但是印度斯坦 這裡還是順利的衝了進來 看來是從這裡進來的 這邊收村已經收的蠻快 但看起來地板上也是死了蠻多圈的 目測大概死了十幾村有 快二十村左右 好 這邊的話西方的這屋子 還在這個輸出 順利的把對手的蠻包 解決掉了一大半 在家裡 目前也平息了這一波燒了 兩邊互相傷害 目前看起來是印度斯坦這邊燒的 比較成功一點 好這邊正面直接印度斯坦也要往前A了 哇 這邊要送光了 有空有空 有空就還行 印度斯坦這邊有非常大量的駱駝 看能不能點上帝王駱駝又是個問題了 我覺得是有點困難的 好 這一半的征服的開始就操作 甩槍再甩槍 雖然時代不同了 但是刀的速度還是比較快的 槍還是要換紙彈 但是刀不用換了 只要揮動 可以解決這些西方的征服者 這個換彈時間真的是很慢 攻速真的是極慢 完蛋 真的要被砍光了 西方的征服者 該不會要這樣子一絕不正了嗎 好這邊打的有來有往 但是這邊駱駝是不是有點羅莽了 開始有在送了 這邊城堡射這個駱駝很痛啊 過頭只有4房 遠房只有4 被這個城堡射了也是會被射到不要不要的 哇這一波 印度斯坦有點衝動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馬很猛啊 但殊不知家裡西班牙正部者 為了要死很多的關係 很多城堡都差在家裡了 造成他這一波騷擾完全失敗 然後本來有優勢變成又變平局的概念 兩邊征服者 兩邊下來目前是征服者 看起來這邊是稍微有力一點 好這邊也升好了 金瑞西班征服者 血量90滴 攻擊力18 但化學還沒有點 化學點的話應該會再多一攻 到這邊來挖野石 然後下了幾個馬就 要來偷偷做騷了 像這樣子 開幾個馬就 然後每次就按幾隻騎兵 進去開始圖 這算比較後期進階的玩法 好那下面西班牙正部者 一個滴滴打高地 目前印度斯坦有高地優勢 而且馬量非常大 30幾隻嘛 西班牙正部者攻速不夠快 並沒辦法射光這邊的肉 哇那這邊西班牙正部者 是不是要再爆些出來啊 如果再趕快爆些出來 然後再用一些肉 可能會有點難守 但是西班牙正部者的量 似乎很難起來 只有15隻 但對手印度斯坦也覺得 不能像剛剛那樣子打了 金瑞已經快不行 金瑞動金 300 0 100 要窮死的一個狀態了 欸 家裡還背得到 所以現在印度斯坦經濟稍微一點落後 那落後也沒落後太多 多了實體存 那正面的話 變成大洛馬決戰 洛馬對上西班牙正部者 到底 西班牙正部者 能不能守住 公司呢 喔 雖然這邊西班牙還有出火靠 打這個遠投 效果非常的好 好那只要扛住正面的話 那這一波印度斯坦的公司 看來又要被化解了 那這個城堡給的傷害還是很大了 好那不要了 兩塔遠投又沒了 印度斯坦房金歸離 沒有再多餘的資源 還再出遠投了 這一塔遠投應該是他最後的遠投 那肉量也不太夠 因為家裡剛剛很多農民都被 弱馬燒了 換掉了 左邊這邊石頭已經快挖完了 但是這時候才過來做騷了 有點為死一晚 黃金已經被弄得差不多 那確實這邊也蓋出一個城堡 來守這塊黃金 這塊黃金 是最後西班牙的救命稻草 這塊野金居然也被西班牙佔據了 哇 目前西班牙的 守黃金的想法是非常迅速的 好 來看一下這邊 西班牙正部者過來防守 來守一下這個 村民被騷擾 趕快按下木牆 而不是死牆 哇這個也太偷了 還可以 確實西班牙正部者也給到蠻大的壓力 拼圖斯坦 沒有辦法再繼續做一個有效的進攻呢 原子有肉馬 本人物就被換光光了 那目前賭場 變成西班牙這邊 沒有黃金 沒有落朵 沒有帝王落朵 那要怎麼打這個西班牙正部者呢 我也不知道 戰馬嗎 戰馬好像可以 但是出戰馬的話 又被肉馬給衝爛 很麻煩 哇這邊直接高地堡 潛壓開始 給火炮建立起一個良好的輸出環境 也是一個課題 OK 這邊有可能抓到火炮嗎 火炮趕快往後拉 這邊拼人命想要來硬殺 但是看到對方大量的正部者 直接勸退 正部者數量非常非常的恐怖 哇 這裡長得非常多 落側大概有30隻左右的西班牙正部者 家裡又漏了一些肉馬 進去又要做燒了 那目前 印度斯坦把在的田野蠻慢慢開始融入回來 分明數 來到了 141隻 哇 怎麼爆一點多啊 那印度斯坦 這邊感覺可以考慮 全爆肉馬跟全爆綻毛的一個打法 肉馬加綻毛 綻毛直接硬點 對方西班牙正部者 那肉馬直接硬上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打法 不然這個西班牙正部者 他目前是毫無辦法 前方爆馬就有點經濟不太夠了 用家裡的貼士也被拆 農田能種的地方有越少 腹地一直往後縮 好 終於要把這邊的馬就給拆掉了 總之西班牙正部者過來 想要來偷偷殺這邊的村民 但是有被印刷看到 誰被抓了 好 但是這邊西班牙變亂轉出了大衝車 本來有大衝車還是出大衝車比較好 血量多 然後又便宜 差點速度又快 大衝車就出大衝車 沒大衝車就出遠頭 這遊戲也是這麼簡單 好 裡面又有肌肉馬又進去在殺老蛙 這邊一直被鬧 一直被鬧 是我的話我一定會受不了 我一定會把這裡上個職場 要進來只能要從這邊進來 一直過來是好太煩了 好但是這邊 153直接壓上來 但是這邊西班牙正部者賽寶上高地 這邊還有城堡 讓城堡順便一起血防一下 OK 正面開起來是沒有問題 自己現在繼續開射 上高地再繼續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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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傷害度會差很多 OK 這邊肉馬沒有疑問的 應該是可以完全解掉 自己的肉馬也是吃了非常多 而且這邊西班牙正部者的數量 還是很多 還是有二十幾隻的量 打正面還是壓力很大的 哇 這邊一個bomb直接來解這個 戰像 欸解決掉了解決掉了 解決掉了解決掉 好西班牙正部者走回來 剛剛有點太深入沒有碰到bit 但大衝車已經準備好了 開始進來頂建築物了 拆架還是用衝車最讚喔 聽這個聲音 好這個還在沙灘漫步 好中午就解掉這些大象 好但這裡有非常多的遠投 要來解這個城堡 但想要試圖來 解掉這個黃金的攻擊地喔 然後去站為己有的一個想法 但應該有點困難喔 好家裡已經被大衝車給盯上了 而且還有火套 這裡拆架速度非常快喔 肉馬過來大部分都走外半就殘血了 但是 進入 西班牙這邊的肉馬也犯沒了 好家裡正面 能解掉這裡的遠投嗎 這個城堡有在修 好聰明直接上來 拿刀開筒 欸我那個全套的那個 模組一直安裝不上去欸 可怪的 怎麼還是拿刀啊 怎麼想要看全套啊 好在這邊 最後一個城堡 基督斯坦能不能鎖住呢 家裡已經快要一無所有了 農田已經被逼到極限了 農田處 欸還在80片田 然後左邊應該有在出 有 這邊也在出了一大片 好這邊有大量的肉馬過來想要來 在這裏在修的村民 但好像 走住了 好那這邊的話 西班牙的聖母者還在輸出 肉馬也是一直持續的補過來 好能不能再來殺一波呢 哇這邊 因路斯坦被迫要拉一堆 再去救這邊的別動隊 再去救別動隊也被抓到 全部撤退 來了急兵 欸守一下這個遠投 好 那家裡剛剛的衝車也被印度斯坦解了一些掉 好這邊一個肉馬大決戰 看起來也是沒有問題 OK 印度斯坦打出了繼續 確實喔下面這一塊 既然沒有打掉的話 那真的是沒有未來了 家裡的經濟也是爆炸 剛剛被拆了也蠻多房子了 人口數完全提不起來 只能喊出了繼續 雖然摩托有5000中 但也不是重點了 好看一下兩邊的數據的部分 經濟來說 食物其實兩邊都是差不多的 兩邊的經濟加成基本上可以算是沒有 一個是省食物 然後一個是西班牙科技 不用黃金 那以結局來說 西班牙確實在這場有比較大的一個控制力 還有主動權 連他的西班牙征服者 控圖來說也是非常好用 好那帝王時代 全部時代都是有印度斯坦領先 那生物傳出5個A機 都在西班牙這裡 難怪他黃金這麼多 遠遠不絕的西班牙征服者 加上同車 就是這樣來的 5A機的重要性 就可以知道 城堡時代出生旅 減一機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